好 今天我們有個日本團體來吧 對… 大家可以盡量罵他們 因為我們是三在三 對 什麼組合啊 我們是那個 他三下自久 然後我是歸禮盒也 下台 三下自久 三下自久 好 你們今天要帶來一段表演 對 青春 Amigo 電話が切れた City 俺達はいつでも 二人で一つだった 人間じゃなきゃ知らず そうだろう City 俺達は昔から この街に憧れて 信じて生きてきた 何故だろう 想い出した景色は 旅立つ日の綺麗な空 夢見てた 好帥喔 問大家覺得他們有日本偶像帥氣嗎 選擇 厲害 來…不錯 真的有練過耶 對 這個牌也練過 辛苦… 茉莉覺得有 有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服裝很像 就跟裡面幾乎一樣 而且我覺得胡鴨 這樣頭髮還滿帥的 妳是說好話嗎 宇珊覺得有 有啊 而且他們那個什麼眼神 摔頭那些都還滿像的 對 可是你看 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我看到他們我就想起有一陣子 那個綜藝節目 大家就要爭相邀請那個 日本的偶像團體 對 然後來的規矩很多喔 這個不行 那個不要喔 我們綜藝節目其實經費有限嘛 所以只能就什麼 壓舌頭 小籠包什麼… 後來就碰到日本經紀公司 你就不要… 我們說為什麼 他說我不想讓我的偶像 在電視上吃東西給你們看 我就想 咱咱咱咱 你們在日本綜藝節目 什麼都有玩 對啊 其實現在也都… 那時候有雙重標準耶 對不對 然後現在你看 其實日本也還是不錯 但是韓國又佔據了 對啊 現在韓流 對啊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第三個瘋狂的行徑 在這邊了 追隨個活動 追趕保姆車 好 大家曾經追偶像 追到瘋狂到什麼地步咧 這個賣機一定是瘋狂的啦 我小時候這個瘋狂專輯 然後我記得陳曉東那時候 你來元寧 就來過一場簽名會 元寧 那時候是 元寧 下午一點的時候 唯一一場 然後我就拿那個專輯 要去給你簽名 可是當時整個街都已經 封街都已經滿了 然後我們買專輯 到後面等人都沒有簽到 所以 所以你要帶來一點 所以我要講就是 後來那時候我就一直 因為我覺得我專輯都買了 都到那邊 我也要讓他看 因為我早上7點就去了 是 然後我也要讓他看見 他保姆車開走的時候 我記得保姆車是白色的 我還騎著我的腳踏車 一直追… 追出鎮 你住鎮 鎮了多久啊 幾公里 騎了大概快30分鐘吧 而且他們車子開得有點快 我再一直騎… 是有紅燈的關係 我才能夠去抓 要去抓 你有拍門嗎 沒有拍 我不敢拍 可是最後有 我的人生完整了 因為在等車的那一瞬間 陳曉冬有注意到我 你應該有印象吧 你幹嘛逼他 幾年前在雲林一場 他說你不是坐靠邊邊 你是坐在中間 你旁邊好像有經紀人 還是你的助理 然後結果後來發生 不對 我就一直在看 因為我不敢拍 然後我就一直看裡面 然後一直想希望可以讓陳曉冬 看到我 後來你就有看到我 然後你就有跟我打招呼 然後有意思是跟我說 不要再跟了會文賢這樣 那是講什麼的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都慢動 7月30分鐘會有換覺 而且我當時就穿這種藍色的衣服 我為了穿這樣來喚起你的記憶 後來有簽到嗎 後來我沒有簽到啊 幫我幫你簽 我要拍照… 拍合照可以嗎 可以拍拍立得嗎 好 謝謝你 拍照來 我幫你拍… 幫你拍… 現在在原夢了 好好的 開心喔 他已經爽到了 好啊 太爽了吧 那都會 那都會不會用啊 好帥喔 恭喜你 謝謝 好 恭喜你 這是你最好的禮物 對啊 謝謝… 很協議… 還握手… 有沒有拔戒指 有沒有拔戒指 偷人家東西 對啊 戒指有沒有被拔走 對 現在偷心我們被他偷走 手錶好不好 什麼都還在 說真的還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所以 不可能 我覺得一定有印象 現在開始有印象 所以你真的是很誠懇的 跟我說再見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 藍色衣服啊 我也是騎藍色衣服 好了… 我那都沒有戴眼鏡啦 你一直討論的話他會生氣 他會把眼鏡拿下來… 他會把眼鏡拿下來 那時候沒有眼鏡嘛對不對 不過其實說真的 怎麼樣 沒有… 怎麼樣 我怎麼被卡到了 有這種事情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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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你還是有入鏡耶 再一次啦 你還是有入鏡啊 你還是有啦… 在旁邊耶 好… 沒有 我們就一次機會而已 錯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再拍一下 你自己身體 好厲害 我跟你講 賣姬這種心情 好了 不要抓頭髮 待會兒補你… 待會兒補你… 我真的很難過 好 不要生氣 等一下… 再拍一下… 賣姬的心情我覺得每一個人 成長過程都有過 我以前也是喜歡那個什麼 維也納 少年兒童唱團 是 然後我就聽完之後 我就跑到後台去 我就那個指揮一出來 因為很帥一個 高大英俊的那個奧地利的那個男生 我就覺得他看我笑了 他就因為這樣好像有看到我 其實他根本沒有意識嘛 然後我每個晚上下課都去後門賭他 就這樣耶 然後他走的時候我大哭耶 我就再回家 就很沮喪走回家的時候 開蓮蓬頭這樣衝就在裡面 我自己很想哭 大哭 我就覺得愛我的人要走了 可是自己幻覺很多 真的嗎 對 好 所以其實冰淇步 我覺得追星 沒有人比我更厲害了 因為我是追星追到上電視了 沒有人這樣吧 因為我就是之前就是 我很喜歡小鬼嘛 很喜歡黃洪生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很迷戀他 你老公 對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來我們學校之後 我想說太好了 我做一些行為讓他記住了 然後我就想辦法去上他的粉絲同樂會 然後因為全部粉絲同樂會都是女的 只有我一個男的 想當然玩遊戲的話 就會選我跟他玩 然後玩了一次之後就想說 他就記住我了 所以我就知道他在東區有開店 所以我就跟桃姐一樣 我每天都去他的店裡賭他 然後每天都會遇到他喔 很神奇 因為他們店員說他很少來耶 我說可是我每晚都遇到他 緣分 你就覺得這是緣分 對 天注定 然後最後我賭了已經兩週吧 他就開始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來了 是 他說 好等買一件吧 他說你怎麼不去上大學生了沒 我只是衝了他這句話我又來了 真的假的 是喔 是他愛我們的喔 是他愛的… 他已經接了我進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希望 我努力跟他一樣 然後他就你看我後來追一追 是不是追到上電視 追一追跟他結婚 然後後來就是成為他老婆 謝謝 然後大家都叫我鬼新娘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人追星 比我追到更厲害了 謝謝 妳現在計畫 丟一個過去給百分百的吧 對…我們要提示一下 哪有這樣互害的 送給百分百 對啊 不過真的啦 我覺得追偶像 就是年輕的時候 一股熱血的行為 在這邊我要特別表揚 我們的Keyball老師 真的 小咪老師 對啊 好厲害喔 對 小咪老師當年是我的歌迷 追的是你耶 真的喔 而且那個照片 我老公看到說可以把它毀了嗎 好 但是我沒關係 我欣然接受 OK 好誇張喔 我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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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 大學生了沒